科技办公室 国建树体育署 产业署 以及所有数据公益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自策会把我们数据公益的概念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领域在我们这边全面的来推行 那这个是去年八月我们还在数据部筹备的阶段 那我们就有看到说 就是社会上面对于资料的运用当然是非常的重视 但是对于个人资料 也就是personal data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 那最近大家也看到各自发新的版本三读了嘛 会有独立的各自的专者机关 那资料大概分成就是personal data 个人资料 那以及non-personal data 就是非个资的数据 那只有在确认说我捐出来的这些数据 都是non-personal data 就是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下 被处理 被运用 这样子大家才真的有做公益那样子的感觉 那所以我想我们推动这个概念 就是数据公益这个概念 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是数据的贡献者 使用者 以及在中间促进这个资料治理的能力的 全面的提升 那我想我们非常感谢在这段过程里面 有非常多的资料治理的专家一起讨论 建立出标准的交换规格 那这个规格呢 我们推动隐私强化这样子的技术不是只有在运动这边使用 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包含明年我们成员署也会一起来共襄盛举的这个高龄科技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啊 通用啊等等这些设计 怎么样促进长者保持运动习惯啊等等 这些都是要在就是完全不涉及这个隐私的状态之下 用non-personal data 就是数据公益的方法来进行推动 那现在呢 已经有累计超过50万笔数据 所以只要有意愿参与这个公益活动的朋友 都欢迎到我们平台的一站式申请的流程来申请 那今天出席的就包含中华市招路跑协会 运动笔记 还有贝斯培拉棒球学校 还有所有其他共襄盛举的朋友们 其实都用心的投入这样子全民运动的这样子的实证 那我想未来就是产业署会把我们在运动这个领域的数据公益 当作一个典范 一个多元创新的典范 那之后也很希望就是各行各业的朋友们 看到包含透过我们的总统被黑客送啊 等等的这些参与的方式 有更多的把这些就是非个资数据 能够做更多公益运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那我们数位部也包含产业署 一定会帮助各行各业 一起把它串接起来 一起达到公共利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